你逼得太紧 甚至说要断绝母女关系 他带着一种情绪去见 他怎么可能见得好 一杯奶茶 如果他自己谈 可能不是问题 但你到你这儿就成问题了 他不是嫌我啰嗦吗 嫌我事多吗 对对对 我现在不是想着 找点那种 就是偶遇了那种 就是可自然的那种 情况不是 这样不是他好多了吧 你设计了一个偶遇啊 有一次 就是耶识人家教的对象 见几次都不见 一直都不见 弄得我 最后想着 我想了个烦 我咋弄了 我就说 我那天说吃饭了 我说 我正好到那公司这地下了 我正好饿了 你也别在公司吃饭了 你出来吧 到那门口那 有一个点不错 我说我想去那个啥子 我听说不错 我就正好认一个男孩 我就把那个男孩约到那了 约到那了 我就叫了一个那个 那个一个姐妹不错了 管系也挺好了 然后就是他也是介绍人 然后一块说 正好碰着 给那这个依依碰见了 咱一块儿坐这儿吃个饭 我想用这种方式 不是 这不是自然吗 这又没有说那种 年轻人 你说可尴尬 你们在那一块儿见 然后他又翻队 他又翻杆 这不是顺着他走吗 我不是也是前方白记得 给他镶着 让他弄 您这是煞费苦心 结果呢 然后那个男孩给我磕 人家对他迎亲悲致了 第一面见人 第一面一见他 我跟你说男孩给他 只要他吃啥了 还没 我还没拿啥了 人家赶快拔菜了 衣服了凳子了 又 我跟你说 那你觉得第一次见面 他就这样 那对你不好啊 那你觉得他 他是一个靠谱的人吗 只能说他这个人 管系你还不好 这种还不行 我都觉得你都 我往南无儿了 你倒地摇啥样了